你不知道学佛修行的时候 要趁现在行有余力的时候 广积功德善行来解怨世界 你最大的遗憾 你不知道该报恩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好好去报恩 你比如说父母恩怎么报 只有修行能报 这个人曾经对你有知欲之恩 改变了你一生 这个人曾经给了你一个道理和启发 改变了你一生 你怎么还 你唯有修行能还他 要报恩 要还债 要了愿 只有在佛法才能做到 所以你要珍惜 我可以在一个非常严谨的面向来告诉你 人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没 父母帮你带到这个世间 你从小没有跟父母没有天伦之乐 乃至于你童年很不快乐 很凄惨 那都没什么 你就是不能没有佛法 多少没有跟父母一起长大 颠沛流离的童年的人 他人生也是很优秀 他人生也是很优秀 也是造福人群 也是贡献自己的长才 人生也是很辉煌 不对 但是你不能没有佛法 你没有佛法 人生不是光来成就自己的工业而已 人生有很多深奥的道理 你必须去看开 你必须要去悟通 你必须知道要怎么解脱 而且你在快乐和痛苦 这些反复的轮回过程中 你没有觉醒过来 和菩萨看到这个 他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你解脱 这些快乐和痛苦的轮回 到达清静自在的境界 你必须要去看开